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我是大鴻輝 近日有連登仔出帖文問一句說話 為什麼這個林明禎老是常出現 為什麼香港什麼廣告都找林明禎拍呢? 這個鐵文一度引起連登仔在網上的熱議 亦都不少網民認為樓主的想法有誤 認為林明禎仰靚身材正,只要是廣告商都希望找他賣廣告 甚至有些網民說,難道找阿正做嗎? 其實阿正是走搞笑路線 有人說,跟林明禎比較又不是太適合 到底他們說的林明禎是誰呢? 不清楚的朋友,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林明禎是大馬女神,二年三十二歲 近年發展的重心放在香港和台灣 兩年前拍攝了一套叫做舊薑清道夫 就開始令到有人認識他 直至兩年前一秒拳旺,人氣就慢慢慢慢上升 近期在香港上畫的有泛氣功深 都有他份做 其實這個林明禎,如果你是馬鈴仔的話 相信就不陌生,為什麼呢? 因為往往在網上,無論是Facebook,IG等等 你都會看到很多時候有一個身材又好 然後很多時候在網上派福來 樣子又漂亮,形象又健康的女生 其實這個就是林明禎 其實早早在很多男人心目中,她已經是女神級 林明禎早前還上了 就是阿謙宮The Next 20演唱會的嘉賓 其實很多人就說 看到林明禎上台唱歌唱得很好聽 其實大家有所不知 其實這一位32歲的大馬女神就是馬來西亞人 其實她在2014年在台灣用歌手的身份出道 當時已經是一個網絡很有知名度的人 如果你有看過Youtube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有一個網絡歌手就是她 後來就在2015年正式搬去台灣住 簽了台灣的唱片公司 其實在台灣已經出過唱片,也開過演唱會 所以其實她唱歌唱得很好聽,不是偶然 因為她本身就是一個歌手 連登仔說她為什麼老是常出現呢 跟大家數一下 其實由去年開始到現在 無論是各大品牌的廣告都會看到她 曾經有這個藍妹啤酒 即是藍妹最新的藍妹開心關注組的代言人 山海有怪獸的手遊 還有COTEX 即是極由安心熟睡庫 寶島娛樂城,到地紅茶 夢幻生珠仙的手遊 甚至乎還有小米手機的代言人等等 至於連登仔說 走搞笑路線跟林明禎比較的阿正又是誰呢 阿正就是黃靖怡,現年29歲 其實她就是現在在C7903雙台的DJ 阿正其實在早的時候 在DBC的時候做過PA 去到2017年的時候 就加入了雙台做903的DJ 但是真真正正令到大家廣為人認識的 就是在2020年 他們拍攝了膠戰 大家很受歡迎的ViuTV的一個綜藝節目 和Edan 還有家琪 還有肥腸 還有Jeffrey 還有Hillary 組成的一個膠戰組合 就非常之成功 尤其是她在一個節目裏面 就做一個 經常都黏著Jeffrey的黏女 專門去看帥哥 那個形象就很出 也都很搞笑 是近年非常受歡迎的DJ 和幕前的演員 即是新一代來計 她都算是近年很吃得開的一個女藝人 雖然她不是很漂亮 不過大家看到她就很開心 那個形象就非常之正 尤其是她的名字又容易記 所以都很受廣告相歡迎 但其實大家在網上看到一些連登仔 就說不如給阿正拍一些廣告 其實大家有所不知 近年阿正王靖兒接的廣告 其實跟林明禎不相伯仲 甚至乎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 例如大家可以看到淡仔米線 還有1DG的危疾保險 匯豐溫 增補冷氣等等 其實她的覆蓋面 都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 證明到一件事 就是她們兩個 一個是行搞笑路線 一個是性感美女路線 也好 兩個形象都非常之正面 深受廣告相的歡迎 雖然一些網民說 林明禎真的吃不消 又說老是常出現 但其實整件事相反 以密度來說 真正的廣告女王 有報導指 就說也不是林明禎 也不是阿正 反而就是COLA裡面的阿Date 其實女子組合這個COLA 其實就成立了不久 在今年一年後才成立 但阿Date就憑著她可愛造型 以及一貫的明星相 被人稱為女版姜濤 同樣都是出道未夠一年 短短八個月左右 已經接了大量廣告 絕對就是COLA裡面 最賺錢的其中一個吸金王 據稱 就算扣除她和ViuTV的拆帳之後 保守估計都可以代到七位數字 即是賺過百萬 但阿Date她厲害之處 除了廣告多之外 很多都是大品牌跟她合作 其中是COLA的一個主要贊助 還有補礦力水譜簽約 例如運動牌子 例如Fceeler 名牌包像MioMio 補儀 還有另一個 One michail Agafil 還有護士寶 還有衛信手機廣告等等 就是數字不盡 而且它的覆蓋臉 我覺得近個人戲廣告王 countless都是 congressional戲弄 而且是非常 eldest 所以近期的人氣廣告王 阿Date真的可說首屈一人 亦都簡單和大家介紹阿Dae 阿Dae叫許日,今年20歲 其實他是尼泊爾裔的混血兒 其實在他出道參加《全民造星4》之前 亦都去過韓國做過半年的練習生 其實參賽時大家都知道 他亦都有齊過,他當時亦都在韓國受訓過 去到2021年就參加了《全民造星4》 其實在參賽期間,他都成為了其中一個風球等 他和Marv都可以是當時的人氣王之一 最後他就在總決賽中獲得第三 成為了COLAR女團的其中一個成員 接著在2022年1月12日隨著COLAR正式出道 COLAR出道之後,都很快受到很多廣告商的追捧 甚至乎找他們拍廣告 他八個女生裏面,其中有幾個特別景 包括了冠軍的Marv 還有就是IVSO,CANDY 以及現在的DATE 當中近期來說,最多最多廣告一定是DATE 廣告商我覺得是一個最客觀的數字和指標 為甚麼呢? 我是廣告商,我當然是找最受歡迎 形象最好,最正面 亦都能夠幫我的品牌作出一個正面推廣 即是我找了這個人拍廣告 我的商品可以推到另一個層次 甚至乎銷量提升 廣告商就不是傻的 我找了一個人,不知道他的廣告拍完之後 有好的影響的話,我就繼續找他 如此類推,很多廣告商找同一個人 證明了那個人的受歡迎 以及他的影響力 好像早前姜濤一樣 一年可能拍二十多三十個 三四十個廣告,無處不在 MIRROR的成員亦都一樣 好像這三個女生一樣 近期受歡迎的 多廣告商找他拍廣告的 這些才是賺真錢 你出唱片,有時拍攝都賺不到那麼多錢 廣告就是最直接可以吸到金的一個途徑 所以互惠互利 藝人就透過廣告商去找他拍廣告,賺真銀 廣告商亦都透過人氣的偶像 幫你去提升你品牌的形象 或者你品牌的銷量 其實可以說是winwin 我又覺得沒有壞 近年亦都多了很多新面孔 難道正啊 好像林明禎,我很喜歡 樣又漂亮,身材又正 我的朋友都沒有誰不喜歡林明禎 上次我提過的阿正,林明禎和阿Dae 不知道你又喜歡誰呢 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下 好,今集就講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課賞